你还有两个名额 是 而面对的你是三个 选择了你的 是 也就是说 有两位你要选择 有一位从你手下 要离开这个舞台 是 所以在张小斐 宋毅 张军宁当中 哪一位会需要 和这个舞台告别呢 这样因为 我就直接去那一个 我不能选的演员那 有请吴朽波老师 小斐 你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因为你的喜剧演得比我更出色 所以我认为 不应该丢掉你的喜剧 谢谢 哎呦 哇 哇 哇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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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过是别人 加油 好 行 小斐也没白来 滕哥要不然我去你那边吧 我觉得就是经历了就是成长了 然后虽然我来这个舞台 就只有两次的机会 可是我觉得我突飞猛进地成长了很多 台上那么多优秀的演员 包括我觉得三位导师 每一期节目每一个作品 他们都能掏心掏肺地去点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是山高路远 然后希望在剧组啊什么的 在相遇的时候再跟大家切磋 然后学习和指教 我们剧组见 对 剧组见 后会有期 小斐 后会有期 谢谢小斐 感谢你的到来 谢谢 谢谢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OPPO竞技时刻要恭喜 宋毅 张军宁进入吴秀波老师战队